Hello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今天小冬给大家带来一本书 叫做《压力测试》 他的作者是盖特纳 这位盖特纳想必熟悉金融的 应该都知道 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财政部部长 在这本充满启迪的回忆录里面 盖特纳解释了美国 如何成功地度过了 他政治和金融系统的 最终压力测试 这本书非常的丰富 也详实 用美国年轻财政部长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为 充分地描绘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图景 大致上就像金融市场 跑出200只哥斯拉 在闹市区横冲之状之后 政府部门却发现 自己的工具箱里 只有创可贴合胶布 这种惨烈的图景 在普通人看来 美国政府无一是强大的 异常强大的 但是当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却又显得那么渺小 又异常的虚弱 无力 内外交困 这远不仅仅是政府部门 和国际资本巨头 谁力量更强大的问题 而是因为双方在自身的 基本特征 在竞争中 就有着决定性的优劣 差异 一边是需要征税来维持运转 另一边却可以自行生成巨额的利润 一边不得不承担日益沉重的社会安全道德法律方面的重负 而另一边却能够以效率和收益为理由 堂而皇之地推托这些重负 一边不得不艰苦地从官僚主义带领人矛盾 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诸多低效忠 保护自己的正面成果 而另一边却可以在经历了同样的问题之后 几乎丝毫不受影响 本质而言 政府部门由于自身的种种性质 在经济活动中的低效性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充分竞争的结果就是 他们最终无法采取积极的行动 而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 就像被一帮人围在谷底的骑士一样 左之右处 而金融机构在经济活动中的高效性 就像高速火车一样难以匹敌 唯一的问题是这辆火车装满了消化甘油 你可以确定它必然经常性的爆炸 然后把车身和乘客甩得满地都是 只有这时候才轮到骑士们来进行抢救 但是骑士们却永远无法阻止爆炸的发生 原因很简单 火车仍然在全速前进的时候 骑士永远也追不上 所以寄希望于政治组织限制金融机构 是注定是要无望的 骑士和商人的胜负早在几个世纪前 早就已经盖棺定论了 美国设立过一系列负责监管和管理金融秩序的机构 但是注定只能处于被动手势的他们 一个个被积极进取的金融力量 所超越所适应所统化 最终形同虚设 而危机依旧 因为在这场斗争里 防御方只能盯一些木栅栏 而进攻方使用的却是空气传播的生化武器 是的 真正的情况更类似于生化污染 而不是华尔街的贪婪 当一个问题是系统问题的时候 就意味着个人选择基本不产生影响 在华尔街工作的人 贪婪既不是真等 也根本不重要 他们造成那么大的破坏的原因 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同等巨大的贪婪 而是因为他们手上运作非常非常多的钱 巨额资金的力量 就像其他任何巨大的力量一样 根本不需要使用者任何主观的意念 就足以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雪山下的人被雪崩所掩埋的根本原因 是大量的积雪和重力法则 而不是因为山上的人多打了一个喷嚏 只要山在那里 雪在那里 你在山下 就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安全 而在金融危机里 掩埋我们的大雪 是有自己意志和生命的 是金钱的迷因 就像所有基因生物一样 渴望繁衍和增殖 当然我们都知道 社会要素并不是一般定义上的自然生物 但是由于它存在于人类这种生物的群体活动当中 最终我们会发现 它们实际上具有了类似生物的规律性活动 事实上 正是这样形形色色的社会迷因 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包含了人群内的自由意志 彼此抵消之后 剩下的合力 以及大量的无意识形成的自然法则 这正是为什么道德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胜算的理由 经济形态决定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决定意识形态 道德主义者在对抗的是自己的造物主的造物主 与其说毫无胜算 不如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自我放逐而已 然而每一次当放逐者们试图重建社会 一切按照自然法则 重演就只是时间问题 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得到的本来就是全人类自由意志充分发挥之后的结果 个体的自由意志对抗集体的意志已经极度艰难 如果面对的根本是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舞台法则呢 所以并不是华尔街试图统治世界 而是华尔街早已沦为金钱迷因繁殖欲的奴仆 借铃不过是小角色 金色的圆环才是问题的源头 但是显然这次我们没法找到哈比这个人 把他扔到末日火山里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金钱的迷因欲望其实并不特别 和其他单细胞生物BO2质聚集起来 一刻不停的自我繁殖 尽一切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族群的数量 而不考虑任何的后果 之所以金钱造成的威胁格外的严重 是因为它早已渗透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当中 所以它和其他社会要素争夺养分 这个养分就是人类的注意力 这种情况会无所不在 而由于其他经济活动对金钱的高度依赖 泡沫破灭时造成的连锁死亡也格外的严重 金融市场只不过是金钱迷因找到的高速繁殖的温床而已 和道德没啥关系 因为和需要有意而为的人类意志不同 这个迷因系统在无意识状态下 照样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转 这些图景可能是拿着石斧 来讨论贪婪的道德原始人们无法认知 而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办 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正如盘算战胜不了二极管一样 确定无疑 要战胜二极管 你需要晶体管 要战胜晶体管 你需要集成电路 在攀登技术之力 世代之战的阶梯上 下一站的主题 是信息 对信息掌控力的提高 实际上就是提高人类意识水平层次 缩减广泛存在的无意识 所控制的领土和力量 金融投机中的集体狂热和集体恐慌 实际上都是信息掌控不足引起的 没有准确而必要的信息 人类不可能做出恰当的判断 而只能委身于种种的欲望 偏见 盲从 非理性和无意识 今后的世界 将会成为信息主宰的世界 自身检索和分析能力不足的人 将永远无法摆脱在无意识状态下 被别人所支配的命运 但是 如何获得这样的能力 谁来运转这样的机构 大多数人 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咱们最后再闲扯点别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天朝的这个政治环境感到不满 但是事情却可能为时已晚 被视作大敌之物 也许会在被自由民主击败之前 就先变得无关紧要 亚投行对欧洲的成功吸引 显示着红色贵族正稳步 向全球资本巨头的角色转化 这意味着 也许当人们终于攻占铁王座的时候 却发现对手早已稳稳地坐在 魔力更加强大的金王座上面 好几代人了 于是 挂头统治将会继续 而自由斗士 却连这个战场的作战纲领 都尚未想过 OK 这就是本期的听听听好书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Bye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